高达70%或80% 成本不到6元 这样即使最低卖到8块一斤 也有不少赚头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 为了降低成本 还有更离奇的配方 2斤的花生油 48比2 50斤油中 花生油只有少的可怜的2斤 也就是说 按这个比例调出来的油 花生油只占4% 这样的油成本只要3块钱一斤 却要卖到至少8块钱一斤 这些油作坊当着顾客的面 用花生榨出纯正的花生油 但背地里却往这些花生油里 摊入其他便宜的油 经过摊甲 油的价格是降下来了 但味道也是不可避免的改变了 没有了花生油的纯正香味 如何吸引顾客呢 还搞点香精的话 你就吃不吃吧 记者调查到 在这些花生油作坊 往摊甲的花生油里 加香精是很普遍的作坊 所以那些卖榨油机的商家 也搭配着卖花生油香精 究竟有多少家油作坊 在所谓纯正花生油里 掺入了其他的油呢 记者在广西吴州 广东照进两地的 金吴 大唐 竹湾 新龙 梁广 新兴 黄塘 黄港 石嘴等农贸市场上的 19家花生油作坊 各自购买了一瓶 所谓纯正的花生油 随后记者把这19份油品 送到了广东中策食品化妆品安全评价中心 进行检测 检测人员首先用简单的冷冻方法 就发现了这批油品的异常现象 我们在五度的冰箱里边 把油冷冻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可以看 这是纯正的花生油 它这样一个比较澄清 透明的这样一个油的状况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怀疑 添加了棕榈油的 它看起来就浑浊一些 这个就很明显了 它变成了乳白色的膏状物 这个的话就很明显 它是加入了动物油脂的成分 你看这个大豆油 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说这也是花生油当中 目前摻的大豆油摻的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通过仪器的检测 很快准确的结果就出来了 我们的检测结果 我们发现只有三个样品 符合花生油的油脂成分的标准 那么有16个样品 它就不符合这个标准 有五个样品是加入了棕榈油 有五个样品加入了大豆油 有两个样品既加入了棕榈油 又加入了大豆油 还有四个样品 很明显加入了动物油脂 检测结果显示 19家油作法 居然只有三家在买纯正的花生油 其他16家都掺杂了其他油品 掺杂比例高达84% 而在检测中 检测人员在那三个纯花生油样品中 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 我们判断成为花生油的这么个三个样品 有两个黄金酶毒素是超标的 超标在三到四倍之间 属于严重超标 曾主任告诉记者 这次检测出来的毒素是黄曲霉素第一 这是一种毒性非常大的物质 我们做一个比较 武侠小说上我们就会听到有人说有贺顶红 吃一点刺一点就死掉了 贺顶红就是披霉 黄春霉毒素的毒性相当于贺顶红的68倍 相当于轻化脚的10倍 长期少量的这样一个积累 会对肝脏造成一些损伤 那么第二个就是它是一类致癌物 本病比致癌性的4000倍 紧接着检测人员又在其他四个 掺甲的花生油样品中也发现了黄曲霉素B1超标 这样19个样品中有6个样品超标 黄曲霉素B1的不合格率超过了31% 对于这个结果 从事多年实用油检测的陈主任感到很吃惊 这个比例高得有点离谱了 我们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正常企业在出厂之前